今天我来谈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财经话题 这个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 三月份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非常的强劲 非农就业人数增加30.3万人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20分左右 失业率为3.8% 美联储表示这个应该是今年不会降息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财经博主 中国的人特别关注美国的非农就业 因为非农就业表示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业数据好就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强劲 这个经济强劲就说明它存在通货膨胀 存在通货膨胀的话 那么这个联储就不会降息 联储只会加息一直通货膨胀 就是因为经济太好了 所以说联储会只会加息不会降息 那么中国为什么这么关注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呢 因为中国希望自中国希望自己降息啊能够增加流动性啊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美国长期不降息我们跟美国一直倒着来的话啊这个美国加息通胀经济增长 那如果我们降息就意味着经济不如预期是吧就业状况比较困难 因为只有降息才能增加流动性啊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这个就非常的不好啊 所以说啊中国方面啊就是希望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差 然后通货膨胀缩减啊 这说明他们经济开始放缓 那么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 但是根据我在美国的情况来说 美国经济增长非常的强劲啊 根本不会降息啊 只有在美国的人才能感受到 或者说只有在美国像我所在的这种中心城市的这种人才能感受到啊 美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强劲啊 我这边DC地区啊周边的这个人啊 多的乌样乌样的人山人海啊 这个马路上是这个水泄不通啊 这个堵车是什么 不知道要堵多久啊 然后商店里啊 这个简直是人山人海啊 这个 然后这个DC周边的房价现在是百万起跳啊 这就是说今年一下子比去年增值100万美金 这什么概念啊 就是这个我深深深感受到啊 这个现在美国经济的状况啊 就像这个08年的中国 什么概念 08年的中国 每个人都摩拳插掌 跃跃欲试 都要在这个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机遇当中去去分得一杯浓耕啊 浓浓的羹 浓浓的粥 浓浓的羹 浓浓的汤羹 是啊 所以说这个经济 经济增长太去猛啊 这个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啊 这个是清场式的遥遥领先啊 所以说现在啊 这个 这个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把孩子送到美国来留学是非常好的时机 非常非常好啊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啊 有能力的话 尽量送孩子来美国留学吧 因为未来的15年 我感觉美国的领先世界的程度可能会跃升一大个档次啊 这个时候如果你孩子在美国留学的啊 不管是你你是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回中国为中国服务的话 那你这个都是遥遥领先啊 遥遥领先啊 清场式的遥遥领先啊 那么这个时候未来中国啊 我我我个人感觉啊 就会像这些泰国呀 香港啊 这些你这个小朋友啊 有没有美国的文凭 这才是你 这个 是是不是处于这个国内比较高阶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表证啊 没有你都没有美国的学历的话 根本不值一提啊 未来没有任何竞争力 啊 这个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会如此强劲啊 我下一期再做一做一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